好 接下来继续来讨论一下 现在两岸之间的情势还是蛮紧张的 因为中共持续在台湾 还有在台湾的周边进行所谓的军演 这回定义的是联合力舰演习 以及战备警循 但是呢 虽然外界的分析解读是认为说 这个力道没有如之前来得这么激烈 但是我们来看到 光是在4月8号这一天解放军机单日 就有71架次侵扰台湾 好 这个记录已经平了历史新高记录了 好 另外在4月9号到了下午4点钟 统计为止也有70架次的供机 在台湾周边进行操演 好 尤其是在上午短短6个小时之内 就密集飞了58架次 好 这个数字同样是刷新记录 而且被征获参演的共军舰艇 总共就有11艘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中华战略前占协会的研究员接中 好 接中他特别提到了 解放军机出动的数量 这一回算是声势浩大 光是在4月8号的白天 就有20多架战机在新竹外海 还有台湾海峡最窄处跨越了中线 再加上共军第一线的海空人员 过往其实时不时会出现一些 非常危险的行为 因此他认为这次的军演强度 虽然是比去年8月来的没有这么激烈 但是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发生意外乃至于擦枪走火的风险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再来看到 现在国军方面随时待命 尤其是空军的飞行部队也是如此 但是这一回又引发一个争议了 好 这个照片呢 其实是国防部军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有一名IDF飞官毕章的图样 好 是手持中华民国国旗的台湾 黑熊正在痛扁小熊维尼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毕章 而且下方呢 还特别用英文写下的是 紧急升空的字样 好 当然呢 这个照片呢 其实不经意的曝光之后 因为原本呢 国防部呢 想要披露的照片是这一张 但是大家所关注到的是 这个毕章的图样 结果就引发很多争议了 我们来看到空军的官员 特别有说 这个毕章是由民间厂商自行设计的 是飞官自行采购配挂的 空军其实没有禁止飞官 在飞行服上配挂民间的毕章 好 并且强调 这个内容纯属玩耳一笑 有助于激励执勤人员的士气 但是网路上直接炸锅了 有网友说 难道我们现在这么悲哀吗 只能够靠毕章在取暖 好 挑衅到无聊幼稚的行为 真的很不好笑 另外也有人提出一个质疑 那么就是空军总司令知道 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 不知是作何感想 好 接下来还要带您看到 就是这个部分 中国海事局已经公告了 将会在4月10号的7点钟 到晚间的8点钟 是在大陆平潭长江澳附近的水域 要进行实弹的射击训练 禁止船船舶驶入该海域 好 这一回呢 海委会他们指出了 北次公告的涉及区域是位在 马祖 举光 南方限制水域外 大约只有13海里处 好 现在这个部分也要提醒大家 能够多加留意 不过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永平姐 我们现在有这么惨吗 只能够靠毕这个必章在取暖呢 是 我在这个部分 我想现在首先想先回应 那个军事专家接种的说法 这个跟刚才前面的那一段 在讲那个蔡英文国安会议 所谓的国安会议摆拍的问题 有一点关联 就第一个呢 我觉得蔡英文本人 还有他的团队太过掉以轻心 他们因为我的判断 就是说因为他们 他刚从美国回来 所以美方有跟他通过讯息 让蔡英文觉得说 这一次的中国大陆的军事演习呢 并不会像上一次那么严重 所以有一点掉以轻心 所以才会做刚才的那一张 让大家觉得不专业的照片拍 可是就这个国安专家接种的说法 这一次虽然不如裴洛西来 那一次那么紧张 可是因为出动的这个飞机架次非常的多 大家要知道中国大陆呢 一旦进行了很大量的飞机架次的军演呢 我们的飞行员也必须要有相当数量比例的军机呢 这个不但是待命 而且他可能飞机也必须起飞 那在这种状态底下呢 其实面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真的不低 那么你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 蔡英文呢完全没有风险意识 你看到说他的这个国安会议板拍 没有军方的的人士 甚至呢在军机起飞的数量如此多的时候 其实你不只是要国防部 你还可能是要空军方面的 这个空军总司令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人士 来跟这个国安团队说明 到底我们的部署如何 他擦枪走火的危机到底有多大 所以这些问题真的是令大家很忧心的 而令大家更忧心的是呢 现在我们的飞行员的艰难处境 我这里呢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个书 就是上个礼拜五我刚刚去参加 飞行线上这本书的新书发表会 这个书呢是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 写空军的专家王立真老师的新书 我会过去这个书的发表会 是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爸爸当年 民国44年呢 他也是空军飞行员 他出艰险任务的故事等等 那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飞行员一旦飞出去 你不管执行的是跟敌军对峙 面对或者是警告任何的任务呢 其实中间都充满了风险 像这样子的历年来的军方空飞行员的历险的事情呢 王老师已经写到第六本了 换句话说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那在现在呢 两岸的状况又一触即发的时候 你清心以 就是你掉以清心呢 你本来就很容易把小事情扩大 可是我们看到呢 我们现在的飞行员 因为在这个西书发表会里面 其实就有资深的飞行员讲 在过去呢 两岸关系比较和缓的时候 13年间 他们紧急发动起飞呢 他自己经历总共只有三次 可是现在呢 两岸的关系被蔡英文还有跟美国 然后不当的处理对岸的关系呢 大家搞得这么紧张 现在的飞行员一个里面 可能有高达三次 就会要紧急的出动跟紧急的起飞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对飞行员的内心的压力 还有给他们的那种身心的这个 这个这个高压的这个摧残 真的到什么的程度 所以难怪会有年轻的飞行员呢 去挂一个弊章 就说哎呀台湾黑熊痛打 这个小熊维尼来泄愤 其实我当然知道说 出现了这张照片呢 网路上会有蛮多不同的反应 甚至认为说 我们的飞行员啊 是不是很阿Q 现在呢只能够用贴备章呢 来自我泄愤等等的 事上两岸的军力 其实确实失衡等等 固然有这样的成分 不过我在这里呢 我其实是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我们对于现在非常辛苦的军方 现在正在执行服役 执役的这个军事人员 特别是空军的飞行员呢 我们一定还是要给他们很高的敬意 因为在这种状况 执行这样的任务呢 任何时间都是自己啊 跟情况在赌命啊 我们对于愿意拿生命安全出来捍卫 我们国家安全的这个军方人士呢 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定 呃的尊敬跟敬佩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谴责啊 在高层的政治人物 不能够对这种问题掉以轻心 也不应该把两岸的关系继续推往险境 有一些事情就像蔡英文这次 她去美国 她的行程她自己可以有主动性 她可以有安排 她跟这些国会议员的见面 也可以用视讯啊 也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啊 她真的不需要不断的想要政治作秀 然后让两岸不断的产生危机 而不断的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她是澎湖浮蓬奇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